直接直播间就直接给家人们加的 加了的话反正我加多少是一定 你不管是我自己掏钱也好 肯定给家人们发出来 好不好 一共7代 一共是7代 4代大环米 3代事事如意 对 3代这个事事顺意 它在下面写的事事顺意 对对对 对对事事顺意 看清楚啊 家人们 就这个 3代这个事事顺意 然后4代这个小东西 反正能抢到就抢 抢到也没办法说实话 因为我都没抢到 今天他帮我 不知道你帮我 我们家人抢到吗 抢了6份他们说 我的天 抢6份太猛了 你们看就这一模一样 8代不可能 家人们8代人家 8代不可能的 他们在外面 这三代都是要54块钱 今天直播间三代49块8 然后又送了一代 就是4代了对不对 然后又送了三代 4次顺意 对4次顺意的话送了三代 这个4次顺意又送了三代 就7代了 这样我统计一下 8代就太贪心了 没想 老板不同意的 老板肯定不行 已经尽力了 家人们 不能太让别人就是 一代7块钱 人家做的这么好的 一代已经7块钱了 所以的话不可能说 金三卖的 家人们 任何地方都要不了 我非常相信叶总 一直在直播间说话上说 肯定的 家人们 我说实话这么久了 咱们其实相遇 真的也很久很久了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 就怎么样 我们不想说 我喜欢做 做了大家能感觉到 没有抢到的姐姐和阿姨 扣一太多了 扣一的比较多 就直接清理库存了 我肯定不能叫人家再加单数了 就说可能直接清理一下 库存差不多了 我们公司的有一个伙伴 他在看直播 他说他买了4份 马上过年了 他说太划算了 他给他的孩子他们抢 左上角有福袋 家人们就免费的 就请大家抽奖的 10万个人了 这么多人 亚马紫油 左上角直接请大家吃的 这么多没抢到 这么多人没抢到 算了 我怕到老板那儿 不行呀 只请你一次 因为我只跟人家说了 只要多少单 对对对 只请你一次 我看一下 你个汤脸 别这个 行吧行吧 请你一次 但家人们只能请你一次了 如果真的再请你不行 因为人家老板要出问题 我自己加了 已经 我觉得我已经 很给力了 给力的打个给力 好不好 那咱们只能再请你一次了 好不好 姐姐 就只再请你一次 可以的 然后不能请你多了 可能只有50份 家人们50份 只有50份 50个人 能够再抢到汤圆了 咱们最后请你一回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来 5 4 3 2 1 上架了 右下角 右下角 我教家人们怎么去拍 你们抢得到就抢 抢不到就真的没办法了 家人们 我不干 这样子 家人们给你们看一下 右下角有一个黄色的口袋 点开黄色的口袋 之后点这个购买 点这个购买 然后填写好信息 然后如果你们家里客人比较多的 可以在一后面加一个二提交订单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适适如意 哇 很多人都想给你 确实很给你啊 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 马上也要过年了 我给家人们看一下啊 因为过年大家都要吃这个汤圆 才有这个年味对吧 对对 然后一家人就是团聚啊 团年这些就要吃这个汤圆 这个汤圆的话 它是比较优质的黑芝麻 所以的话很多姐姐和阿姨 喜欢吃黑芝麻的这一次 对你们来说还是比较划算的啊 这样一袋在外面18块钱 三袋54 直播间是49块8 然后直接是三袋之后又送了一袋 就是四袋 四袋之后有姐姐和阿姨 喜欢这个适时顺意 就是安安舍你这个适时顺意 我们自己吃 你看包装都已经 我们吃了差不多了 所以只给你们看这个包装 那你们收到是正品啊 不是正品的话 假一赔十的 这是怎么又抢光呢 又没有给你们看一下 哇这个馅儿啊 全是黑芝麻 这个馅儿我刚刚咬了一口 已经已经漫出来了 我轻轻爆浆了 直接爆汁了 你们看 哇哇已经掉下去了 完了完了 我把它吃光 然后这个馅儿员的话 又送了三袋 这个适时顺意 所以对于很多姐姐和阿姨 就很划算 没钱了 就没办 拍的上面显示的是 只有六袋 但是有一袋是 没有呀 图片上是七袋呀 家人们 你们看图片 你们以后买 对图片上是七袋呀 一二三 然后四 对一共七袋啊 家人们 能抢了就有抢了就没了 我看一下还有没有 没得咯 没了没了 没办法了 家人们 那就没了 没了没了没了 真的没了 一份一份也没了 家人们 我的天 你们抢的太快了吧 算了算了 今天我把它放回去 家人们 今天晚上咱们 不能再分享东西了 因为根本就没给人家老板讲过 然后给人家这个品牌的这个四四顺意哈 你们看进三郎 我刚刚临时给人家老板打电话 然后呃对 它是这个某丝某面的代加工 对对对 专门给他们做的 所以你们买的 没了 没了呀 真没了 一份也没了 第一回 没了没了 被收拾了 被收拾了 你和大家聊聊天 好的 这个汤圆 对 看来也很多姐姐和阿姨 我的阿妈 阿妈就喜欢吃这个汤圆的很 她很喜欢吃汤圆 原来很多姐姐和一些阿姨 一些哥哥 你们马上也过年都想吃这个汤圆 汤圆 卖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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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没了 这下大家想抢也抢不到 哈哈 你们收到是期待啊 家人们可以放心的啊 在直播间说的是多少代就是多少代 嗯 直播间说多少代就多少代啊 提一下枯权 没了没了 真提不了了 我估计 可以提一下吗 来我清理一下库存子 清理一次把那些拍了没付款 直接清理一下 怎么在清理啊 清理这一次了 5 4 3 2 1 直接清理了 赶紧去抢家人们 然后呃 能拍就能发货啊 能抢到一定能发出来啊 对 这个是金三卖的 他是和给某司某念的 汤圆做这个代加工的 家人们就是非常 这价格不对 价格不对 等一下啊 这价格 啊 价格怎么回事 啊 这个弄一下啊 他现在把价格老板毛了 他把老板毛了 算了算了算了 下下下下下下 下了下了下了 家人们啊我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老板他那个老板不愿意啊 老板直接恢复 他直接老板毛了 不上了不上了 我们送东西不太多了 他直接把价格搞高了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也能理解啊 说实话今天 也能理解啊老板这个 对我刚刚人家给我们 本来就是那个 他恢复价格了 他不想我们上了 那就没算了吧 不上 别散了 散多了 他会累累 对 本来刚刚的话这个 哎 汤圆就送的东西比较多 期待49块钱 完了人家老板直接 对对对他老板把价格改了 家人们送太多了 他亏本了 不行了 大家没办法了 来 直接两个字开心打开心 好不好 家人们对开心打两个字开心 能抢到的人打两个字开心 那没办法 对 因为你们不管 你们如果抢到了 我这边肯定是发期待 对发期待 不管怎么样 我都发期待 开心 这么多人开心 开心就好 算了今天 待会那个不好 不要这样搞 因为我们很多家人们 我说实话 前段时间给大家 也有很多人抢到年货了 然后人家有些老板 都搞得来有点那个啥 把人家价格砍得太低了 都有点那个啥了 开心 对大家开心就好了 咱们不管老板了 开心就好 打开心打开心打开心 开心就好 家人们老板 他不想上就算了吧 反正你们抢到的一定是期待 不管他上面怎么写 家人们收到不是期待 直接给我发消息 我帮你们处理 帮你们解决 任何事都可以直接 直接给我发消息 没关系的 开心 这么多人打开心 对 不用煮久了 你跟家人们说一下煮多久 一般煮五分钟 家人们五分钟 只要它飘起来就可以吃了 那个是满口流香 黑芝麻的 不说了没有了 就不说了 对对没了不说 待会儿 对 我看我给家人们送的啥 我现在送了这个八宝粥 八宝碗 八宝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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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上角直接免费去抽奖的 左上角可以送给家人们的 强大的开心 对强大的就好 今天你看 以后我们还是真的价格 不要给人家搞的太哪个啥 家人们以后 以后就有可能很少分享汤圆了 不好这样不好 以后可能很少分享 因为这个 我待会儿得给老板沟通一下 牛口水了 心里 真的没办法了 家人们 不能这个样子了 欢欢喜喜过大年 哇 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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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你们 要不要那个我们 好 我们那天就是 买的那个油吗 那个油的话老板他不是说 他说 菜籽油吗 啊 菜籽油啊 对啊 哎呀 那个油的话 你给他说没有 太好了 不行 那个油 我觉得价格要给他老板聊一下 家人们 家人们平时用没有菜籽油 想要菜籽油吗 我相信可能每家 上一次年货节的时候 很多姐姐和阿姨在那等 哇 谢谢家人们 谢谢 然后那个菜籽油 有姐姐在直播间等了 十个小时 她说都没上 好想吃抢不到 这个真的没办法 抢不到真没办法 一份也没了家人们 以后可能近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可能再分享汤圆了 因为我估计老板得气了 下来给他沟通一下 对 先聊一下 对刚刚抢到的 你们放心啊 要菜籽油啊 菜籽油上一次直播间 把我们家的拿出来看 我们吃的是那个陈克明的 你们有人听说过吗 也是一个大品牌啊 陈克明的 但他那个菜籽油 说实话 因为他品质好 他价格 也价格 平时卖的不便宜啊 但是 陈克明的品牌 你知道吗 他是19 1984年的时候就成立了 我知道 我肯定知道呀 家人们啊 陈克明听说过吧 就说 他在外边价格啊 说实话 不便宜 因为他菜籽油很好 成本就不低 成本就比较高 但是 如果咱们直播间 家人们你们真的想要 嗯 你们放心哦 价格方面交给我 我一定给大家 给他打下来哈 陈克明 陈克明 陈克明他是 在外面的话 他一桶好像就是100左右 100左右 一桶 我问一下 对一桶他在外面 99 对啊 就100左右呀 你统计一下 你看一下 我我你统计如果真的 我先给他们看 在在在 如果你看一下 想看的人多不多 如果不多 就算了 因为这么晚了 我跟老板去联系 可能怕吵到人家休息 你问一下家人 这样家人们 你们想看油的 就扣一 想看油的比较多的话 我就去拿嘛 因为家家户都用得着哈 因为马上要过年了 然后很多姐姐和阿姨们 想要一些油 然后这个乘客 明他们家的面 做挂面也是很厉害的 对吧 哈哈 真的呀 马上过年了 炸酥肉吃呀 油炸酥肉来吃 你看这么多 这么多人扣一呀 我的钱 牙刷有没有 牙刷待会小锅的时候 可以给你们看 哇 那这样吧 我这样家人们 你先去拿给大家看 我给老板问一下 因为有点晚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上厨 太多人想要了 菜籽油 陈克明的哈 家人们 陈克明是个品牌 他这个菜籽油不一样 跟普通菜籽油不一样 它是低介酸的 低介酸的 知道什么是低介酸吗 第一介酸 这个东西就 主打就是 家人们 就是吃油 吃的是纯油 陈克明 这不给家人们看 嗯 看没有 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今天你的头发有点乱 待会输吧 家人们 我这样给家人们说哈 他菜籽油 你在那个大家看一下 我我马上去问一下他们老板 哇 这么看起来这个油确实啊 低介酸是什么意思 今天你知道吗 我告诉大家 低介酸 说实话普通市面上的很多菜籽油都是都 介酸都不低 都是高介酸的高介酸的菜籽油呢 其实吃多了对人体是有一定负担的哈 介酸高的 含量高的菜籽油 然后 所以说这个是陈克明的 它是低介酸 就对身体没有什么负担 然后 而且低介酸在 呃 就是它会保留菜籽油的香味 而且 然后又又会减轻对身体的一个负担啊 因为菜籽油 它高介酸的吃多了还真不好 所以说他陈克明 他这个品牌的就平时在市场上卖的都不便宜 但是 家人们你们想不想要 我问一下 这个我知道在外面卖好像一百左右 99块钱 五斤 我是专门去超市里边看的哈 一瓶得99块钱 嗯 一瓶五斤 想要吗 一瓶是五斤 想要哪个想要 因为它低介酸的哈 这个是确实比较好 嗯 你们在家日常聊天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点生活上的东西 我们都喜欢 呃 在家的话就没有什么大东西分享 只有这家里面你们想要的 可以聊聊天 可以给你们分享一点 你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你看到我马上我去问一下 我待会怕人家睡了 人家这个陈克明的老板我怕他睡着了 我再给家人讲一下 他是低介酸的哈 但是大家想要价格 我一定真的可以给大家打到一个 大家想要想象不到的价格 他他的话低介酸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他对人体没有负担 一般平时吃的菜籽油 其实他吃多了不好 但他负担很小 不会有负担 然后低介酸的菜籽油还有什么特点 就是说他的腌点 在180度到225度 就是相关于他腌油很少 对吧家人们大家都知道 倒油的时候 那个锅里的腌会很多 就煮热了过后哈 这个的腌很少 对吧 就是很适合 不会呛到人 对啊 而且他因为马上过年了 然后他们想擦酥肉 五公斤五公斤啊 对五斤啊 你看一下 五斤 你看一下上面写的啊 对是多少 五斤 我们好多人都 他们好多人都在吃这个 好多人都吃这个 那我去问一下 我去问一下 对 2.72 对 这么晚了 我都不好意思 给大家打电话 我说说话 家人们 我的猫咪都在 脚下一直在那儿 发呆 几年 你们好久都没有开直播了 是的 哇 很多人都吃过呀 他是五斤啊 五斤 刚刚安安说错了 2.72 L 应该知道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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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导 打不通呀 这个 你想问什么 五点四斤 对 不是公斤 安安说错了 因为他平时炒菜一般都是我在炒 他说错了 对不是公斤啊 是五斤 我知道五斤 加尔曼告诉大家一个 他这个在外面 对你要老板休息了 我打电话没打通 那怎么办 打够了没打通 对对对 我再问一下 我再打一个 可不可以 我再打一个 要谈缘 谈缘不知道 这个老板他直接给我们下了 我们报的价格太低了 他说他直接给我们下了 我们也想多分享呀 有的来电话了吗 我接一下 你再问一下 超市也有吧 是超市也有 但是很多姐姐和阿姨都喜欢安砍的那种价吧 就是比如说买一个 然后送一个小的什么什么东西呀 什么这些 今天你录歌了吧 我昨天专门给直播姐姐姐和阿姨满路了 可以 上一年 但是人家说 但是上次上次又把你的 不会 我告诉你们啊 人家老板已经休息了 刚刚人家回了电话过来 然后说允许我们上一年 但是 他既然允许咱们上 待会我就给家人们 直接送 可不可以今天 我啥也不说了 家人们 就同样的价格 我认为你要么一定会让大家买到 就是说 分量的话会超乎大家想象 就超乎市场上面的很多 这个分量 来今天你给大家说 也看一下 再看一下